今天台北股市下跌了139点 但是阳明跟万海领军上涨难道 航海王要重返荣耀了吗 那另外AI苹果相关的成名店 见顶都纷纷创新高了 这个都是文老师在Lite上面 独家跟各位来做预告的相关内容 以及我们的盖牌股票 华硕还有一档都出现的亮灯涨零板 还会再涨吗 接下来航行该看什么股票 今天节目跟大家做分享 喜欢我的影片并认为我分析的不错的话 欢迎大家按赞订阅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记得同时开启小铃铛 才能够收到最新的消息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讲 可能会觉得今天心情不太美丽 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大盘下跌了139点 我们来看图卡 跌了139点 收在20560点 成交量4180亿元 那整体的上市啊 大盘上市的加速325加 下跌的加速呢 总共比较多 来到了788加 涨零板的加速只有8加 而且很多都是量很小的股票 所以呢不是很具备参考的一个意义啊 所以今天其实涨零板的股票不多 那主要是谁 由华城 四星KY 文业 领跌啊 今天大盘跌了139点 但是 谁先跟你预告 今天只要开低 就会跌 这才是重点 来我们跟各位讲什么 只要开低就会跌 这个才是重点 来 验证时刻来了 show time来了 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昨天在light上面的文章 怎么样跟大家来做说明 昨天 5月8号 盘中的 盘后的一个发文 所以我们盘前 盘中 盘后 文严老师都会在light上面跟你预告 明天的航行会怎么走 什么股票要买 什么股票会跌 要特别注意 我们上面都会写得非常清楚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的一个light的发文 我跟各位讲什么 短期上面量都不够 所以如果明天只要大盘开低 就要小心大盘回档的可能 bingo 完全命中 我们绝对不是死多头 很多人 很多分析师 很多老师可能都是死多头 永远都是干嘛 永远每天都跟你说会涨 但是文老师我不一样 我们看的比较透彻 我们看的是 你的利润跟机会 跟风险之间的平衡 所以当这样的行情来的时候 我们要这样做 当那样的行情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调整一种做法 才能够随时随地 保持在一种作战的状态 保持在一种获利的状态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用一种方法 去应付所有的行情 你这样懂我意思吗 对不对 就像你在比赛 你不管什么运动的比赛 你不可能只有一招 不管你打高尔夫球也好 你打篮球也好 对不对 像NBA季后赛 打篮球也好 或是你喜欢唱歌 参加唱歌比赛 对不对 或是你喜欢画画 任何的竞赛 我相信你都很清楚 绝对不可能一招 就能够让你打天下 对不对 早晚会被破解 所以你要准备很多招 那像威文老师就这样 我在股市当中 我准备很多招 不是吗 来我们再回到图卡 所以你看我昨天已经跟你讲很清楚 只要大盘开低 就会回档 好没有你自己看 来 所以我们的盘中盘后发的LINE的文章 绝对值得你做留意 我们的LINE的文章你要看 你要注意看 你才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资讯 你今天可以避开很多不必要的风险 对不对 今天很多股票大跌 文业跌停板 市新又破低 对不对 至上跌停板 你不要以为这行情 对 每天都在涨 没有 有股票在跌 所以你要懂得随机应变 你看今天的大盘分类指数 来 成交比重 电子是六成 算是回到正轨上面了 航运是8成 8% 尾盘他上面拉上来 万海 阳明 是不是往上涨 这个我今天在盘中我就跟你预告 完全验证 完全民众 加拿来的人通通赚钱 对不对 来我们再看 再来第三个是电机 第四个是金融保险相关的一个指数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来验证 今天盘中 我发文跟你讲什么 今天的11点 我提醒你 什么股票会涨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盘中我跟你讲什么 一样盘前我跟你预告 华硕 对不对 我跟你预告国宾 我跟你预告世纪钢 我跟你预告见顶 这些股票都打上 就是盘前跟你预告 那盘前预告的 这个已经验证了 对不对 已经命中了 再来重点来了 我跟你讲 尾盘资金 重点要看这里 所以如果你有加 温元老师的light 我们的账号在下面 你如果有加入我们的light 你看到我盘中的发文 你就知道了 我跟你讲什么 尾盘资金你要看谁 万海 扬明 有没有 承明店 附赦应用 微影 旺系 其有 这么多股票 那你看一下 有没有验证 来 中午11点 你自己看 中午11点 在哪 在这里 万海 扬明 你自己看 各位有没有 见顶 来11点 在这里 全部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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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海涨停 扬明涨了7.66% 见顶涨了5.52% 国兵 我们昨天跟你讲的国兵 也涨了8.09% 所以这个才是你要的内容 这个才是你要的分析师 今天的盘不好 我知道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股票还是这么强 我不是只有跟你讲强的 会跌的我也跟你预告 这才是实力 所以投票你看一下 有没有 我跟你预告这些股票 对不对 我11点我就提醒你 什么股票会涨了 万海 杨明 建顶 国兵 通通大涨 再来 承明店 有没有大涨 从11点过 是不是又喷出去 附胜应用也是创高 旺系11点是不是又喷出去 其有是不是涨停板 光是这八档 我们已经打趴市场上 几乎 大部分90%的人 你看一下我跟你讲的内容 所以我们的Light的内容 文章真的非常重要 我没有跟你事后马后泡你 所有的粉丝好友 请你去对时间 我是不是11点盘中就发文给你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Light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保障 你千万不要错过 你千万不要错过 里面的内容真的很多 所以你看我会找盘 盘前盘中盘后 照三餐 问候大家 好不好 照三餐给你最棒的资讯 给你最赚钱的股票 给你最飙的股票 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 来我们继续再看 当然这个是 今天盘中的发文 那他也说 问老师你不要再臭屁了 对不对 你有本事来讲讲明天 是啊 我等一下跟你讲明天 你不要错过 我等一下跟你讲明天 来我们再看一下 盘后发文 这是今天 好不好来 我们现在就来讲明天 各位对不对 我们就来讲明天 所以我跟你讲 盘后的发文 我跟你讲什么 盖牌骨 2357华硕 大涨创新高 盖牌骨 3564起扬 亮灯涨停 好 国宾这个都讲过了 盘中预告这些都讲过了 来我现在跟你讲什么 华硕跟奇洋 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张股票 真的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这个是我的盖牌股票 对不对 我说过 它会跟实权一模一样 你现在来看 我说它的什么 量能上升 千张大户增加 新价限翻多 KD翻多 融资增加 MACD翻多 再来呢 分公司的交易加速 已经上升到九成以上 外资买进 投信买进 记得吗 我说投信买的一定是 好股票 记得吗 来 主力买进 散户再出 筹码集中度提高 这一档股票 是我们的盖牌股 它是谁 现在给你看 它是谁 它就是2357的华硕 有一句话叫做 华硕品质 坚落磐石 对不对 今天的盘 你需要一个 坚落磐石的人 好不好 你需要一档 坚落磐石的股票 义军突起 我跟各位讲 盘中喷出大涨 所以各位投票你看 来 你去对一下 一模一样 我不用再花时间跟你对 你现在可以截图下来 我跟你盖牌这一档股票 是不是就是谁 就是2357华硕 事实胜于雄辩 会员全部赚到 全部赚钱 这是让我最开心的事情 所有会员 每一个都赚钱 太开心了 所以我跟各位投票讲 来 2357华硕 对不对 今天盘中 涨到多少 涨到483 大涨将近5% 大涨将近5% 那你看 买卖力 大户买卖力 散户买卖力 全部都在干嘛 盘中都进来了 对不对 他他为什么会涨 因为昨天 HP 每股的HP 大涨了3.63% 你一定没注意到这件事情 但是我有注意到 没关系 我帮你看 早上的盘前的抢先报 早上的盘前的标股战报 我就已经跟你讲 HP大涨 对不对 你看Light上面都有 所以我们的Light就是你的珍宝 你要视为闺女 你要视为传家宝 好不好 把它挂起来 好不好 Light没办法挂 你要把它视为传家宝 还没加的赶快加起来 我们Light帐号在下方 赶快加起来 好不好 我们继续再看了 所以你看 2357的华硕 有没有 今天往上创高 我再重申一次 今天的盘不好 很多股票大跌 对不对 那你看我们跟你讲股票 会员手上的股票 大赚 再来这一档 这一档也是我们的盖牌股 我昨天讲什么 我说这一档股票比较高价 那没关系 我们有一档比较低价的 对不对 没错吧 对不对 我说一档比较低价 一样嘛 它的走势完完全全 一模模一样一样是谁 3564的奇洋 我跟各位讲什么 一样量增加 千张大户增加 新加线翻多 KD站在多方 融资增加 MACD在多方 分公司交易加速上来 它已经开始变成热门股票 只是法人还没有明显性的进来 可是主力进来 散户在卖 筹码集中度开始提高 这一档就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那你看今天 3564奇洋 亮灯涨停 尾盘我也没想到 尾盘亮灯涨停 亮灯涨停 3564奇洋亮灯涨停 恭喜会员赚到涨停 各位同学朋友对不对 除了华硕以外 还有奇洋 在今天的盘当中 你会觉得 哇 魏老师 你真的事先预告 我们跟各位讲的东西 你自己看 来 我跟你盘中预告这些 这几个人做得到 你自己看 这几个人做得到 盘中 今天盘中我就跟你发文 我就跟你讲 要注意谁 万海 阳明 你就算当中也可以赚钱 有没有 这些股票 你就算当中 你也可以赚钱 那当然我们的 会员好友会赚更多 因为我们手上有什么 我们手上有华硕 我们手上有奇洋 对不对 实权也大赚了嘛 对不对 今天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实权 实权今天大跌 我们再来讲他 好吗 昨天我还特别跟你讲 早上我也跟你讲 实权散户进来了 我不能够讲那么白 对不对 我说真的 因为这会员权益 我不能讲那么白 但是 我会想办法 让我的会员得到 最高的获利 该赚的 我们去赚 该避开的 我们去避开 我讲得很清楚 来 所以我们再看 好 所以我们奇洋讲完了 来 再来这一档 你不要错过 一样哦 你看薇老师选的标股都是一样的 我昨天还跟各位讲说 实权它涨停了 它创新高来到119块 但是我不是会 我不会 我不会像其他老师一样建议你来说 我们来买实权第二 我们来买其他还没有涨的记忆体股票 No 我绝对不这样干 为什么 我们已经买到最强的股票 我为什么要去挑第二名的 我为什么要去买第三名的 我为什么要去买落后补涨的 不要 我要买就是买最强 我要买就是买第一名的股票 你要选 你要选最强的分析师 事先跟着预告 盘前盘中盘后 我们Light文章通通都能够延伸 对不对 所以我说 我昨天跟你讲 你看华硕它是 它是记忆体股票 不是啊 奇洋是吗 也不是啊 所以我说我要买新的是别的产业 我要买那个龙头带头的那一支 我要买带头的那一档 它会最强 其他人让他们去后面追 各位投票对不对 所以有一句话不是说 这个死鸟在铃 不如一鸟在手 对不对 你要抓到最强的那一档才有用 你看它股票满天飞 那个对你来说没帮助 好 所以这档股票你要特别特别留意 一样注意 量增加 千张大户进来 新加线增加 新加线翻多 KD多方 融资进来 MACD翻多 分公司交易加速上来 我跟各位讲 这种股票不是天天有 你看我今天只有选出一档 我前两天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 盖了两档 滑硕 一档是滑硕 一档是七样 这种股票不是天天 我先跟你讲 你要珍惜 这不是天天有 说不定明天会没有 好不好 外资进来 主力进来 散户在卖 筹码集中度提高 这种股票就是要飙了 所以你看 温老师我跟各位讲过 我们选股的逻辑就是这样选 三位一体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全部站在多方 这种股票不飙也难 不喷也难 那你如果想知道它是谁 对不对 我们Light上面文章 说不定会不经意的 透露给你知道 好不好 所以Light文章里面会写 不经意的会写 你要注意 OK 里面很多的宝藏 好 我们再回到图卡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股票 你也要特别去做留意 这个是奇洋 所以你看 今天盘后的发文 5月9号盘后的发文 我们就来讲讲实权 4967的实权 我在昨天创新高的时候 来到119.5 请会员获利出清 获利出清 吴老师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来 你看我做的动作 跟别人绝对不一样 我给你看一个东西 投票票你自己看 4967 你这样看可能不是很清楚 今天跌了6.38个percent 我们这样看 4967 今天长黑K棒 杀下来 你看这个分时走势图 你看有没有 杀下来 我们昨天在119.5的时候 做了什么动作 会员都很清楚 会员都很清楚 我们做了什么动作 获利出清 会员都可以见证 大跌6.38 节目我也跟你讲了 散户进来了 所以你要记得 以后我讲的关键字 我如果说散户开始进来了 就代表我要卖了 我只讲一遍 好不好 铁粉要记得 好吗 因为有些时候 因为会员权益 我没有办法讲的 在节目通通通 拖光光给你看 对不对 全部都讲 那我calling 会员会抗议 对不对 所以我会把我所有的专业 用在会员身上 那粉丝好友 我都尽全力了 你看你今天万海没赚到吗 陈明殿没赚到吗 见顶没赚到吗 太多了 对不对 太多了 OK 所以粉丝你也不能抱怨 我已经提供这么多 这么棒的讯息给你了 当然了解吗 所以我们Lite的文章 里面写了非常多的内容 所以各位你看 我说 会员就可以跟上我的最新动作 所以你操作股票是要快很准呢 还是想要苦手寒咬18年 像这个王宝川一样 股票买了 哪一天会解套 不知道啦 哪一天会赚钱不知道啊 那是代表什么 代表做法是错误的 买了到底哪一天会涨 没有 不知道 那就问 那就 那问题就大了嘛 我们买了就是要快很准 买了就是要涨 买了就是要赚 我们不会随便出手 但是我看准了 我看到了 我出手就是要涨 各位同学们对不对 所以5月8号盘前 我也跟着预告 营件类股转弱 营件指数已经连续下山了两天 很多营件股已经跌了20%以上 问老师真的很可怕 你预告的都验证 来都没有 我跟你看 来 持权的持权的拉回嘛 对不对 那你看 我们先来看持权 今天是不是拉回 盘中伟会看啊 你看今天谁在做什么动作 今天大户都在卖嘛 开高你就算 你昨天没卖 你今天也要卖啊 对不对 我不是不看好他 但是我讲过 我们要的是快很准 股票不是跟他长相吃手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下一档嘛 我已经有华硕 我有奇养啊 实权的资金就抽出来去买 买他们嘛 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股票就是要这样做 不是你买了 我摆什么半年 什么摆一年 摆三个月 我的逻辑不是这样 我要你快很准的赚钱 我们不要像王宝川一样 苦手含要18年 这个行情不容许你这样 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这个行情现在震荡比较大嘛 我们要的就是快很准 所以各位投票朋友 你来看一下 当我一看到这样的状况 我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实权是不是创高后拉回 我昨天跟你讲什么 我跟你讲什么 我说散户进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的关键字 我们的通关密语 微粉记得 我们的通关密语 你要记得 好吗 你要记得 OK 好不好 来再来 我们再看 来 今天 这个是5月8号早上发文 一样嘛 我说什么 营建类股开始转落 5月8号 早上 然后呢 营建类股连跌两天 5月8号一片绿油油 今天5月9号 营建类股第二天下跌 你看 多可怕 我们跟各位讲的 你看太多 这是整个族群 我不是只有针对某一支股票 是一整挂族群 全部都跌 这就是实力嘛 这就是我们跟人预告 我们的light上面文章所写的东西 绝对值得你参考 你知道了解的意思吗 我们的light文章内容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各位你看哦 来 像今天的盘后发文 你就要注意哦 我现在跟你讲什么 现在短线上面哦 要挑战20883 已经需要时间了 因为我们昨天的预言成真了嘛 对不对 开低就开始跌嘛 所以我现在哦 我不排除 这两天大盘还会回个几天 所以你现在个股 挑选 要精挑细选 非常重要 所以重点来了 明天谁会涨 来 注意哦 这相关的内容 但我们 我没有办法每一档都讲 因为很多档 我没有办法每一档都讲 那如果你想要更详细 最完整的资讯 我们的light文章上面会写 早盘 盘前 盘中 盘后 我们都会有文章 跟各位做分享 那里面都会有写 好 来我们再回到图卡 所以明天要注意什么 华硕 奇阳 对不对 万海 阳明 陈明殿 附胜应用 四季刚 剑顶 索罗门 帝宝 旺系 银广 提维西 我跟你讲 这绝对是台北股市 一时之选 如果要去台北股市 现在去打明星赛 明星球员 先发五虎 就是这些人 我帮你选出来了 就是这些人 精挑细选 我每一档 我都亲自看 我不是用什么程式 随便乱扫 不是哦 文言老师 我亲自看 我用我的12项指标 对不对 12大精猜 好不好 12项指标 一个一个检式 把这些股票 精挑细选出来 在Lite上面 跟你做分享 好吧 所以你要去注意 当然了 粉丝你可以知道 这些资讯 但是我们实际 要进军哪一档 当然就是会员权益 就像我为什么 要盖牌华硕 我为什么要盖牌齐阳 这答案是不是 就很清楚 我为什么前面 我要先跟你盖牌实权 对不对 这答案都很清楚 这我想 最近实权 你看今天又没有人要讨论 很奇怪嘛 对不对 你看大家 我跟你讲 我还怕明天实权会跌 因为今天 节目上一播出去 大家一听到 那个威尼老师 把实权卖掉了 明天会不会跌 我不知道啦 对不对 我不知道啦 我们再来看 好不好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这个所以我跟你讲 盘前 对不对 今天盘前我也提醒你 文业要小心 四星 它又打到跌停 至上也跌停 这些股票 民意 万论 万论 公损 预创 新谱 尹威 这些你都要小心 所以我们不是只有跟你讲涨的 风险 我们也要跟你预告嘛 对不对 风险 你有这些股票的 你也要小心嘛 所以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文业跌停 至上跌停 四星KY 又快跌停 预创 打下来 打到7.8% 所以你说 真的每一档股票都会涨嘛 当然不是嘛 对不对 风险 风险 你要知道 我也会提醒你 这是我们 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不是永远跟你讲涨的股票 永远只会跟你讲 多多多 不是 各位同学 我们操作是很灵活的 能进 能退 对不对 所以当行情 在震荡的时候 我们的选股 就要更加细心 所以你看 你有这些股票怎么办 你赶快来找我 加我的Lite 私讯我 如果你有这些股票 再看一遍 文业 赤心 至上 民意 万论 公准 预创 心谱 隐微 如果你有这些股票的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赶快私讯我 在我们的Lite上面 账号在这边 QR Code可以做加入 所以你再看 所以我跟各位讲 接下来的行情 你要注意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们最后来 再来做回顾 明天你要注意的重点 第一个大盘 我再跟各位重申一遍 大盘我不排除这两天 还有可能会再回 所以你现在要选择股票 一定要干嘛 快很准 我们不要像王宝传 苦手寒咬18年 还要唱歌 不要这样子 好不好 所以重点在这个地方 明天关盘的重点 他们还有很有 很有很大机会 会出现一个上攻格局 如果你有这些 转弱的股票 转空的股票 你就必须要特别小心 所以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 跟我们做个联系 跟我们线上服务人员 做个联系 或者私讯我 告诉我 你所有的需求 好吗 OK 那我们今天节目 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就祝福所有的朋友 平安打算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 并认为我分析的不错的话 欢迎大家按赞订阅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记得同时开启小铃铛 才能够收到最新的消息哦 摩尔证券投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订阅